历史,文化,红色,形态,在地文化 在地文化 今天在地文化就像要帶你去九曲洪 這個六港有條路洪,叫做九曲洪 十二月天六港都會起風 六港人說起什麼風,就是九港風 這個九港風,我有人問過 以前人都這樣說不對 因為六港的九港風,比這個冬天好 那如果風更到達,真的冷得更均 這個早期六港人為了要帶風 為了要帶風,走路,走路 都做給圓圓圓圓圓 像是九曲那種形態,圓來圓去 圓來圓去,風如果吹進來 它也對圓來圓去 自然它的圓圓,雜圓,圓圓圓 它就漸漸會減弱 所以六港人都把這種圓圓圓圓的行 叫做九曲洪 這個名字就是這樣來 你注意看,六港的雞頭洪或尾 大部分都這種風雞 這個都不像說人家要滴滴滴 都不像這樣 這個主要就是他們的風大 為了要吹風,要吹風 第一次來,有一個叫金勝洪 這條算是最特別的 在這裡剛好,像風頭的樣子 金勝洪特別顏色,光人是最有代表性的 所以說聽名字,你如果在這裡經過 特別要去觀察一下 順著這個金勝洪 你去走到洪海,你會看到一間十二樓 這是古早文人經常一塊的地方 這個樓梅頂你拿頭看 你可以看到一條小小條的天橋 連接到鄉邊的樓房 聽說鄉邊的樓房 那是古早大好的人經常行他們的修房 這個有一個傳說的故事 有一個年輕的校服 有一個當他們最怕復刻 結果一氣都沒做回來 生死不明了 這名校服 輸軍心切 反到平常死了 到外面都要來死去 你若到這個現場 還想到這段清涼的故事 你會讓人感覺悲感雄心 可以用你就來走走看一看 來這條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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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